所以大家法律有書 我宣讀上次會議記錄 宣讀第一百次文字幕會議記錄 我觀第一百次會議記錄部分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討畢的事情委員舉 同意決定如下一 同意修正審議案二 大鴻區 彰化銀行北門登航就職 大鴻區延禁北路一段十八二十號建築物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結論 二 本建物為彰化銀行在臺北收入的最早據點 建物之立面意向保存納入後續都市更新審議程序 並於都市設計審議及都市更新審議過程中 邀請文資委員列席 修正為二 本建物為商化銀行在臺北設立的最早據點 建啟都市更新實施者於後續都市更新審議程序中 將建物立面之意向保存事項 並同納入桃梁 二 與同意被查 第一百零一次的審議案匯立基督宣明 案一 歷史建築南港瓶蓋工廠櫻花工廠壁棟建物面積修正審查案 結論 一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登陸廢止審查及補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二 當案區溫州街22項4號直轄市地補給公告事項審查案 結論 一 本案基因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的致同意決議如下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考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普及指地及廢止審查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三 本案完成直轄市地公圖經公告程序後 持續提報文化部辦理國定普及審查事宜 案三 直轄市地普及台北郵局車記門廊 修復規劃設計及公告事項變更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 並由出席委員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同意直轄市地普及台北郵局車記門廊 車規劃設計案 二 原則同意車記視為普及本體之一部 有關變更普及公告事項後續再提議會審議 三 本案工程之因應計畫 應並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客政規劃 至國家郵政國務館整體修復在利用之音應計畫 半年內提送 案四 大龍區南京西路239項14號文化資金價值審查案 結論 一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致同意決議如下 同意登陸南京西路239項14號文歷史建築 登陸事項請委員參看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登陸廢職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五 信義區信義A7商業大文事建工程之新舞台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報告書 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致同意決議如下 原則同意新舞台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報告書 並起碩和開發一份有限公司因委員意見作為後續辦理依據 案六 歷史建築國立歷史博物館修復及再利用基地調查案以舉發掘 立直鑽探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致同意決議如下 等案審查通過 發掘結束後 請依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九條規定辦 案七 直轄市地古基因原臺灣軍私立官官邸 孫立仁將軍官邸 日移埋藏物地質專探決發工程施工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致同意決議如下 法 一有關所提專探去絕發工程施工計畫原則同意如涉及文資法 第34條有遮蔽古基外貿或阻塞其官邁通道之情形 一 計畫提案人未出席會議 委員意見代理清事項 請提案人以委員意見修正後續送文化局確認 二 有關本案專探位置臨間樹木儀式 誇一 一線型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理等相關規定 本市受保護樹木細採限定測量方式認定 本市轄區內各該工程之建設開發者 應自行派遣專業人員量測開發區內僑木樹及資料 並簽證負責 該基地內樹木有達受保護認定標準者 應提送保護計畫或移植於富裕計畫等 既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使得施作 二 請計畫提案人將專探基地內臨近所有僑木竹珠 進行聯測 再將樹籍資料包括樹種、樹高、樹周圍、樹直徑及每株照片 原照近照合一章須為進行測量之照片及測量職能清楚辨認 提送文化值確認是否達受保護樹木標準 三 分委員會及針對分探及絕大工程對市民主機制影響進行審查 工程之許可 人居經建物及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後為之 案八 南港區昆陽間185號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一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合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同意登陸南港區昆陽間185號為歷史建築 登陸事項請委員參看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廢址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以上會議紀錄紀錄委員 確認 好 好 針對上一次的會議紀錄委委委員 謝謝 謝謝 我們在會議結束前後 發現要修訂的案件提出 好不好 別得到確認訪問 好 我們繼續 謝謝 報告案1 案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次條通案處理原則報告案 接下來報告案1是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次條通案處理原則報告案 那這個案子之所以報告是針對善事條 他法律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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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說 送到文字會來定一個 萬語在這方面 一個通案的 將來的處理的審查程序的做法 這案子是有關 因為 台北市都市更新或開發 或者是廣義的興建工程案件 那他開發基地如果 有臨近 台北市公告文化資產 那涉及文字法三次條有認定異議的時候 那相關審查程序的事項 那依照文字法三次條規定 民間工程或其他 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拒愛古籍 歷史建築金屬建築局聚略建築群之完整 因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礙其外景盜的看到 有前向所謂的行警自律者 於工程或開發行為基金以前 因主管機關照改 歷史建築金屬建築 及居座建組群審議會審議通過時的為之 那公委會說明說這個法律其實它在 106年7月27日修訂方覆之後 它其實內容我有調整過 就是今天看到這個內容 那第三個是無關上寶充法上18條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面向 就是說虎基定署主義周邊 公司一件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的申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與都市設計審議時 因會同主管機關就公共開放空間 系統配置與其硬化建築料子配置 高度造型 色彩及風格的影響故階 風貌制補的資料進行審查 那先說明一下38條 基本上38條在目前臺北市都城的作法 就是說文化學其實會有一個都城會 會在都城委會裡面會有幹事 那基本上就是文化學文字客人擔任 所以如果有涉及到文化政廠 或受保護樹木議題的時候 其實38條這個募集的作法就是 文化學會有人會有同的人到 還有幹事或同的人到 都城會議去做說明這樣子 所以第五點就是說 就今天要提了文資法上次條規定 那因為現在的文資法的相關執法 簡單講到對上次條處理的流程 審查的流程 或者是所謂什麼叫做 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礙官員 它其實沒有明確定義 也沒有明確定義的規定準 所以為了將來執行上避免一些疑義 所以有關我們之法上次條執行 那我建議採取下列方式去說 第一個是先召開 就是由華主這邊來召開的專案小組會議 那就交集部分文資委員 那如果那個專案小組的審查會議 認為那個開發或者是新建工程的個案 毗零文化學會有人周邊 但是它並沒有貨壞骨機 立建或經驗建築或居座建築群的完整 或者是遮蓋外貌或阻礙官員的通告 也就是說沒有這兩種情形的時候 那我們就送到文資委員來當初做報告 那假設那個專案小組的會議 認為那個開發個案有破壞主機 或者是立建、經驗建築 或者是遮蓋其外貌 或是阻礙其外貌的通告的疑慮的時候 那我們就送到委員會來審查 就變一個審查人來確認 那另外就是說 105年7月27日文資法修正公布前 如果是有經過都審核定 那還有完成錄程 那今天就算我們來做報告 那等於是來做個報告 都不是審查 那第六就是 舊本市營進文化資產制度是更新 開發或經驗工程的案件 那 分委委員會已經審議的案件 包括之前的 司令古金山基督長的教育會 購放的行政工程 還有日令國小的行政工程 跟規制建文謀樓康的行政工程 那今天這幾個案件 案例都是說 送到委員會來審查通過問 然後送毒水 這樣 那這一次 我們報告這個處理原則的時候 我們就順便報告一個 也是在去年年底有做一個專案 消除審查的案件 是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就職旁邊的新建工程 叫做臺北市中泰區正義段 市小段228D號 等八地土地的新建工程 那這案件的行情說明是 一 這個案子是87年公告指定的 衛生局就職 那這個開發案是開他的旁邊 那專案建設 我們也公司擔任實施者的 我們一定的這個正義段市小段 187D號 市的流民土地都市根據 全力編換計劃案 那因為他的基地 立於古籍施景 臨近 就是衛生局就職 那所以 這個案子其實在4月計劃 它其實在106年12月3日 有經過核定 那全力編換計劃在106年 有摔144日 然後也有核定在案 那在100年9月8日 跟一路召開 都市中泰區 它已經跟司令古籍協調 聯商會議的時候 那會議前有說 請實施者 適量調整建築量體方案 立於古籍協調 那修正方案後續 並提供本市的都市更新 及整理處理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這樣 那第四個是文化局 在去年就是9月6號 跟10月11號 有救這個新建工程 那因為是新法之後 所以 就這任務有設計 在文字法上的4條部分 就是要確認它有沒有遮蔽 古籍外貌 或阻礙關了 通常這兩件事情 有開了一個智慧 那最後也是10月11號的 專案小組審查提到是說 有出席委員 評估該新建工程的開發行為 並沒有破壞股機制的完整性 然後也沒有遮蓋其 外貌除外習慣的通道 那我接下來就針對這一個 這一個更新案件 稍微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基本上這個半年緣起 大概就是前面有交代 那這個程度就是 依照我們這條34條規定 那基地就是 它的開發基地旁邊 它其實是這個紅色的部分 那規定的舊子就在它的右手邊這裡 那這是它基地的現況 那是等於四定谷基的資本資料的說明 那應該說是它後來的開發 整個新建工程 它案子就是 橢圓的圓框就是我們這個 溫泉舊子的位置 它旁邊黃礦的 就是把它開發的經驗 那他們後來的設計方案裡面 大概就是有幾項 就是包括說它在例面上 跟原來低樓廠的部分 跟原來旁邊的古蹟 它的開窗跟它的整個尺度 還有延續的關係做一些處理 那 從這個透視組可以看到說 它基本上它跟 古蹟之間其實中間還有留了一個開放空間 那我們從 這個地方是在長安 在西屋這邊 那其實主要的這個陣力 就是這個古蹟主要的陣力 其實在長安西屋這邊 那這個圖大概就是那個古蹟跟旁邊開發 比較重要的一個關係 那可以看到說 這個古蹟跟這個新建工程中間 其實它原來應該是有一個巷刀 那它現在還是有一個開放空間 這大概就是它的一些模擬的透視題 那以上就是這個案子就我剛剛在講 提到就是在10月11號開專案小組 審查會那 基本上就認為它沒有國外補給完整 或者是折蓋補給我還蠻好清醒 那這個提醒我也會討論 我們的處理原則這樣可不可以 好 針對於這個報告案 通常主要還是一個 公案在處理過程 未來情緒上的原則 有些在外國外補給予遇到 每次案件的成功時 我們在原則上 大概有一個共識結成時間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原則報告案 也會有很多問題 今天週五以前 也突然知道有報告案裡面的地底下的 文化局建議採取方式 五之一 五之二 可是到週五過後 都發局才看到這兩條 那我想要建議這兩條 是不是等都發局跟文化局 充分討論以後再來定案 原因 第一點 因為文資法38條 五基定爐土地之周邊公司一間 因為周邊一直沒有定義 所以假設說先送文資 我認為會對目前不管是公平私營的案子 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建議文化局跟獨化局先討論 再進報告案 因為這個五之一 五之二 文化局跟獨化局沒有討論 比如說剛才彰化銀行那個案子就很清楚 那個周邊我看那個圖也看得很清楚 可是有一些古蹟的周邊 如果是用具體定還是用精神定 我覺得應該要討論 否則這個通案進來以後會有影響 那我也跟各位委員報告 在台北市的都省的規則 第三條的第十三跟第十五 都有要求 其實也是這個精神 依照文資法認定的古蹟 這個獨化局該做的事情 前天我批到一個公文 博愛特區總統府的東邊 國防部想要蓋一棟建築物 他行文獨化局 問獨化局要不要獨省 獨化局馬上根據這個辦法 委員說第一個要獨省 因為靠近古蹟 同時請他會文化局 我舉這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五之一的這個辦法 有講到說 是所有目前105年前後通過的督審 要由獨化局現在要發文告知文化局 事實上這個案量相當的龐雜 而且每一次的督審文化局 都有這個統治全程參與督審 整個來講主席 這個五之一 五之二 因為影響聲援 是不是容許文化局跟獨化局 我們充分討論以後 再來回家自己的報告 還是什麼必須上 委員這邊可能有點誤會 就是說那個施行記者 第二十二條中央法規定 三十四條有施行記者 二十二條中央法規定 他已經把那個範圍 就是周邊範圍的第一級 原則上就是同一街區跟格林街區 所以他裡面只要是格林街區的 大概到幾多省 所以就這兩個街區裡面的大概 將來都會三四條來處理 那原則上我們現在定的就是 專案小組認為 不遮蔽正利裡面的話 就是不用送到我們之五位裡面的審議 那跟中央其實去解釋的也差不多 那第二點就是 三十八條的部分 其實還是照林璋康講 就是他們在開審議的時候 我們的幹事可以 所以我們沒有去限制三十八條怎麼做 所以大概跟林教授這邊作說 所以原則上 我們還是就我們可以管的 那個三十四條的做法 來做未來 也是一個比較 比較可以執行的一個層次 因為我們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將來未來會非常多 那如果每一個案件都送審議會 或是要求他們送審議會 所以可能臺北市的所有的真心案 現在平均每點0.7平方公里 就有個5Gb時間的數 所以那個案子會非常量 非常大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 在小組會議面先確認要不要上大規矢 做這樣的說明 三十條有規範到 一百六五年七月二十七號前案嗎 七月二十七號 沒有 七月二十七號以前的不規範 就是之後的做法 如果他現在就是在五十二裡面 他寫的就是說 一百一五 七月二十七號之前公布的 如果經這個都審 都市設計審議 確定要報告 如果三十條沒有規範到之前的案件 他經過這個都審通過的案件 你不需要幾個報告嗎 對 原則上 那再來 林局長擔心的是 如果這些案件案量龐大 那之後要報來 他們的業務量也會龐大 我的意思說 如果三十四條有規範到之前的 其實如果沒有規範到 那這五十二就可以爬掉 其實他沒有時間上的要求 對 他其實沒有寫明應該要不要塑及既往 那這也是我們在問那個文資局 他定法上面的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上次有問過他們 他沒有解釋 就是說他到底這個法規定之前 已經跟這個都法局這邊有進合的部分 其實中央並沒有解釋 原則上沒有解釋的意思 可能就是全部都還是要經過這個三十四條的一個程序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是不是我還是重申 讓我們話局跟都法局充分討論 你五十二這邊寫 原則送本委員規定報告 原則是誰的原則 誰決定 萬一有所疏漏 這個行政又走了十年 又走了十年 又經市民提報 決定又跟十年前不一樣 整個來講這個決定很慎重 我還是建議五之一 五之二 讓我們話局 讀法局充分討論以後 再回來文職會有報告完以下 好 三五月有沒有意見 我怎麼樣 來 請 那個三四四條 先前已經過了 文職也錄過研究案 那就是把破壞這個事情 轉化成一些可以操作的方式 最主要就是選定觀賞點 或是那個定點 像這個定了之後呢 後來 它這也就是後來在發展局 有做過類似的方式 像中間的地點很好的 它就選了一兩個必要的優勢 所以說以媒體來觀賞 來看這個中間 看看多邊的狀況 很有影響 這個界度經過模擬 房間當年最早是 我們後來改觀賞點 所以那個觀賞點就變得很重要 那按照不然的話 每一次委員在討論這個 因為現在台北市那個 所有的房子密度 現在應該都是那個 法律利益的 這些文化市場的房子太多了 那要怎麼樣 根據哪一點來處理 大概都要每一次 大概都要討論這個 才有可能去執行 不然 不然每一個房子中 這個垃圈周邊呢 隨便哪一點都會影響 所以這個觀賞點就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精神 放上去 我們剛剛跟發展局也做過 做過這種研究 所以這兩個方法應該都可以講 因為我覺得應該可以 我們是融合的 就是說亂罵可以一字話 然後到時候先送的話 就要先送的話 我們都差不多應該可以 那最主要是當然是那個 老師 那個追蹤的意思 倒不是 因為現在我們的那個觀點的部分 我就是政治力也不要遮蔽 林居老師他的意思不是 他是說那個案件要不要塑及既往 這樣會很複雜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是中央定的法律 其實中央在定的法律的時候 他就是塑及既往 就是全部的案件 所以我們一直在跟他政治 當然我們也願意再跟不法局去談 可是我們談出來的動機是沒有效力的 那第二個呢就是那個發展局這邊呢 主要管只有補機的部分 補機的就管補機 都歷史建築量太多了 所以大概出資的進程也沒有出力 應該是沒有出力的 三個四條有包括 對啊 這個是我們後來再聊的 就是我們正面的 但是那個發展局 我要講說發展局是不是有關 非補機方面大概就沒處理 那屬於當中是非難道這個環境 必須處理 這個我不曉得這個兩邊怎麼去解決 因為這個當然就是沒有碰到 真的是碰到那個 應該不是只有講那個遮怪外貿主賽 前面還有一張發展局不准破壞 破壞的就是完整性 完整性它都不是對那個盆體的破壞性 這是那個景的事情 景觀周邊的事情 是這個事情完整的 他沒有基準 正面沒有定基準 對 沒錯啦 就是後來加的這個大概就類似我 類似我剛剛提的那個研究報告的基準 就是在中 就是 我們的文資法51頁 就是22頁 這個事情系整個就是包掛了 這個叫做 四周的地詞、接波、文禮等等 要認定的這要掛 那所以後來有涉及到 我們做調查研究的時候 我覺得盡量把這個事情 去寫在我們的調查研究報告裡面 新的文資法 新的認定的這個文化制裁 盡量把這個事情去做研究的時候 打發出去 那就可以審查 就比較能夠容易 那既舊的 就是說沒有做過調查研究 這個 或是說以前沒有提的 那就要重新設計 這比較麻煩 所以 趙老師的意思就是 其實我們認定的標準 現在是 在我們的專案橋組裡面 大概 第一個不破壞 第二個大概不遮蔽 前面 那這個是一個標準 都趙老師剛剛講 現在的問題就是 真的量很大 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這個問題在中央的解釋裡面 是全部 他並沒有說授權地方說 哪一個案子 什麼時間以前的可以不要 所以剛剛林局長建議跟我話去談 其實是沒有用 所以我們說盡快 那些案子要處理前 用專案小組的方式把它做一個認定 是最快的 反而我們去講說那個時間點以前 要不要是沒有用的 我再瞭解一下 這個天錄這邊講的是 就是既成事實 就是都市設計審議還沒蓋過 不是審議而已 所以你這邊 他審議過的 你們這邊去換手 對 我們還要幫他們走一次 其實是類告文化局 是文化評審的 實際上這個條文不是新的條文嗎 但舊的法是在上面 不過舊的法裡面 它是有 是有一法 是有大象 然後這個法在送到院裡面 就是我們在本身的行政院裡面 並沒有取消 那是雙方的法院 因為法院它才爭斂的 第二項 第二項就是說 本來這條文是說 如果有這個工程開發行為 那是能不能 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但是雙方的法院 大家在討論 就說你怎麼處理 所以才成這樣這一項 有前一項鎖定情形之餘者 他就是治餘者 餘工程開發行為盡一切 應盡主管機關 召開古蹟等等 能整理通過的社會 所以從這個立法的原本意思來看 就是說 我們這個如果新的案的話 需要這樣走一走 那舊的法是舊的法 它只幫你處理 那處理怎麼樣 它並沒有明文的作品 怎麼處理 那過完大概值大家協議 我們跟文字委員 給他們一些議題 讓我們參行 那如果說按照新法的話 就106年法 那就是說它是 如果有新的開發 就這樣做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剛剛前面做談的就是說 過完的話我們已經過六萬 那就到時候 我們要再去再追溯 事實上我們106年是談了 可是五支二不是瞭解嗎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先來 所以我們第二部分是說清楚 對 秀老師 謝謝 所以我才說 那麼重要的議題 不要在兩局沒有討論之前 讓所有的委員開始要去思考 如果這個文字是兩局都討論過的話 這個叫報告案 但是我一開始就講說 都發局沒有看過 五支二叫做原則送本委員會報告 單單這五個字 我就看不懂 之前有討論過嗎 我剛剛跟那個局長還要主席解釋了 這個其實文字的討論 它到最後不是我們第一就有效 有沒有討論過 不是 34條沒有 34條本來就是屬於文化局主管的 文化局要在你這個案子送出來的時候 它要怎麼討論 那是文化局要請是文字局 它要下一個定義嘛 到底什麼時間點的要 什麼不要啊 可是文字局現在給我們的定義是全部嘛 也跟秀老師講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採用一個簡便的開專案小組的方式 那你現在只要在開發行為前 你還是要送到這個專案小組來看嘛 對啊 對啊 它沒有不做其既往喔 它的條捷文喔 34條 在西部法裡面之間第二項 第二項講的是前向有治癒者 對 是不是 前向有治癒者 如果說你這樣的一個情形的話 我們把這個五十二第二項先拿掉 那就方便了 那拿掉有治癒者就要報警那樣嘛 對 那沒有治癒者 那就沒有領頭領局長 就也可以嘛 可以 就是你擺這邊 反正依法 照你剛才講的 依法它就是要 對 那如果這樣很重要是解釋 那你沒有這一條也是得受 但是如果說治癒者 那是將來有另外的這個作為的時候 那沒有這一條它還是可受 所以我就說如果 只生理只是這五十二 那我就建議這二拿掉 那就可以了 大家這樣同意的話 因為都可以執行嘛 好不好 如果大家這樣聽大家的解釋 好不好 那我們就把五十二 這第二項小項拿掉 其他的再看看 我覺得也沒一樣 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就是為了程序 對於未來的順暢 大家這些共識 都是為了效率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這是我們的一個報告案的辦法 隨時可以經過這個木曜文化局的 做這個 再按照實際作業的修訂 都可以來做這些徵求 好不好 運動式的求證都可以 所以大家也不必太擔心 如果原則上沒有太大的廟誤 今天就照這個打掉第二項 去事情好不好 好 請問一下 實際上這個法條 有點遷照美國的 福建保證法 應該都已經滿了 所以我已經開始近百分之一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 包括跟大夫開法案 都是做到已經相當成熟 我們這個管制委員才知道 我們追影前 在美國他那個 MGP 就是說 你有這個計畫 剛剛要成形 甚至於我開發商 我還沒有投資之前 我先來資訊 那就不會平白 投入那個資金 或造成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們可以稍微晚前推薦 就是不是要等到他 計畫都做好了 一些成熟的 糟糕了 他甚至連權力都分配好 並且感動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在客戶下 剛剛要承受 我們就要來 來 大家來 那如果說有股息 那他怎麼處理 那如果說他絕對是法案要股息的話 你根本不要開發 我們就不會同意 那這樣的話 他就不會造成開大學 謝謝徐老師 就是徐老師剛才講的 有經過一個良好的機制 比如說量體模型 而不是細部模型 比如說是初步的天空退縮線等 就先開始討論 可是五之一沒有這樣子寫 就是我一開始講的 假設要好好的寫 這個五之一還是可以加幾個字 才會圓重的達到 這個34條跟38條立案的一個出發點 來 徐老師 另外一個基督律 主管機關 那視頻已經沒問題 好 那個確定 那個文字曲 文化部文字曲 他們已經在處理 包括像大學文澳城 他周邊的環境 能夠蓋多高 他色澤或其字 他們已經在處理 也就是說你可能我們臺北市 可以針對幾個比較重要的施定固定 做一些原則 那這樣的話給了一些開到散 有些可以追究 這裡面是提到的 就是中正紀念堂 就是先前在發展 由民主宣展者的會議 到底這個權力應該有地方證明 因為所有的容積這些事情 都是地方證明的 但是管制可能消掉這些容積的時候 那這裡面是沒講清楚 因為後來這裡面是中央的 就是國內的 那是周邊的這些事情 那這個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居室裡面的容積啊 什麼這些都是地方證明的 那就拿掉後製要怎麼樣 這就沒辦法進去 謝謝 主席那個 我還是建議 剛能夠照主席剛才的先處理那一條吧 因為它還涉及的其實包括 剛剛幾個老師跟林俊昂講的 它有34 35 37條 其實都有 35 其實在那個就是公家的 就是政府的營建工程上 它一定要去做新啟的一些事情 那34 其實它在當初涉及的就是還有民間 其實會提高民間的營建成本 跟都市規劃的成本 所以它並沒有嚴格限制說開發上自己要做 當然如果將來我覺得母法或細則裡面應該規定更清楚 我也一直跟中央建議要規定 那你至少營建成本上的負擔大家都很清楚 不然現在誰要做這個事 那另外37條就是後面兩位老師討論的 那補機本來就要訂保存計畫 我們現在大概上次我也請文資局說 那先從國定補機開始訂 譬如北門周邊的保存計畫 北門是國定補機啊 先做示範 那國定現在還是在國家訂嘛 市訂是市府訂 可是包括每一個保存計畫要訂 像淡水紅毛城將近兩年半還沒訂完 那訂完以後再走都市計畫再去follow它 其實有點緩不經濟啦 所以就34條的部分 我們還是先建議老師能照剛剛的主席才是 先有一個處理的辦法 不然每一個保存計畫都訂完 再去訂周邊到底多高多大顏色 我看整個發展上跟整個都市的規劃 還有補機上面事實上會有時間的落差 好 我想這樣的話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針對這個班寶達來龍區末大概只有他最大的用力 還是程序後續上出的這個共識 直到提供整個文資會的這個效率 我們原則上就是先把第五然後第二點拔掉 那第一點我們還是奏權文化區跟獨法區 再秉持剛才講的就是說 比如說先文資後獨省的精神上面 看文字要做怎麼樣的一個系統上的調整 我們在下一次會議紀錄的時候再做確認 第二點就是我們還是希望殘述就是說 對政府來講 市政府來講就是說 這個先文資後獨省 或先文資後開發 因為它本身有三位計畫的一個例目的問題 包括環保環評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希望一直在往這方面去推 那這樣的話就覺得單一有多多 好了 那用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現在來講就是說 民間如果說在這樣的政策裡面 還沒有辦法法令完全規範之前 那政府的施政 政府的政策 它還是先用這個後裏的補省 用這樣的方式 那文字的細節就是我們讓兩個去做細部的確認後 我們下一次會議家人就覺得好不好 好 可以 我們約這次要通過 來 下一個 修正通過 好 再一個 審議案一 蟬逐山文化警官範圍 空軍作戰指揮部 福興營區 整建工程審查案 案一 蟬逐山文化警官範圍 空軍作戰指揮部 福興營區 整建工程審查案 請審議 依據文資法 第十四 十五 三 四 六 二 條 基 蟬逐山文化警官審查案的原則辦理 案一 請期一 蟬逐山經本局 105年8月25日 公告登庫的花警官 範圍座大安區及文山區 範圍內包含軍事機關與設施 列款券稱與非列款券稱建築 台道空中管及 農業線索權及辦公平設等 106年6月1日 空巨蛋指揮部的案說明 會辦理附近區整建工程 預計拆除九棟新建玩具 逾五十年的建物 請本域法辦的文資評估 三 經查本案位於 蟬逐山文化警官範圍內 依據本次文資審議會 105年7月25日 第八三次會議決定通過 自保守的管理原則規定 軍事單位得依軍事需求 進行軍事設施新增改建等 第四開發計畫 為應提交相關計畫內容進行審議 以不破壞 殘除山路之景觀 視覺軸線 維護其自然文貌 為原則 訪送審資料 涉及機密資訊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等文例辦理 是本局為監管 保護文化警官 地貿文理跟辦理 公主思念建物文化資產評估 於106年9月25日 邀集 李前安委員 田惠委員 劉淑英委員 王淑均委員 王慧均委員 組成專案小組進行會談 決論概述如下 一除編號 AA020011007 AA020011053 AA02001-0071 建物請空止步再查證相關資料外 其他建物補具文化資產 價值情義 二請 提案單位製作新建道的 不同方位 四點 其角度之3D模擬圖 一定評估對警官視覺軸線的影響 以上 屈眾 本市文資會審議 其中 AA02001-007 本局於106月11月3日 借貨民眾提報 本局 女稅依稅 女稅依文資法第十四條規定 邀吉 李前男委員 王思堅委員 李信良委員辦理現場會判 會判結論 經委員綜合討論 評估本案具文化資產潛力 不予列車追蹤 令建議檢視貨航架 可從中挑選部分構建 作為對史館的展示 6 本案復興營區整列工程 涉及文化警官 財頭三次保存 機關的原則部分 依106年9月25日的會判結論 續提送106年12月13日 合委會第100次會議審議 會議結論 警文化局原則於 兩週內邀吉文資委員 就文化警官視覺軸線 辦理縣安 逼空止步 明白 二有關興建建物的外觀 量體是否影響都市警官 及天際線 納入後續都市設計審議程序 並於督審會議時 邀請文資委員列席給予專業建議 另有關編號 A02001-053 A02001-071建物 經空止步於本委 跟第100次會議 簡報說明 係數一般辦公廳廳及廁所 一該次會議紀錄之委員意見 同意不具合化資產下的潛力 此當簡報為 A02001-053 詳細的一些建物的資料跟資訊 還有照片 請委員參著 直檢報為 A02001-071 建物的相關資料及 基本資料卡跟建物的相關照片 請委員參著 辦理情形八 本局英文之會 第100次會議結論 於107年1月10日召開 文化景觀纏除山 纏除山路景觀視覺軸線之視覺景觀點 延上會議 結論一 曹駱伊建築師提供的視覺軸線 點一二三 未歪行道路口 作為文化景觀 主要控制點 因屬合理 令視覺景觀點 是 因國防軍事是必要性 還有調整 需要請工作部 與潮建築師 好參與工作室成員持續溝通 二 有關 財囑三文化景觀 排除軍事激利議案 原則維持公告的範圍 請空子部配合 文化景觀保存 機關原則辦理 建物設計 盡可能的融合於地景中 三 參加本次會議結論 委員及出席 當委意見 續送本事文字會誠意 此為財囑三文化景觀 範圍圖 以及 關心入口 跟 換名新村的位置 以及 致視理不信區 基地的 心電工程案的基地位置 此為 本局委託 潮藝建築師 室所辦 潮囑三文化景觀 管理部計畫 在 107年1月10號 他所提的 幾個視覺景觀 左線點的一個位置 請各位參佐 現在依序 依序根據幾個景觀 昨天點來做報告 此為 第一昨天點是 景觀視覺點是 在 樓四幅路 119項 從 空白 輪環 進入 潮囑三文化景觀 範圍內的一個位置 的 示意圖 景觀視覺點2 則是在 Y型 入口 往 那個 殘除3的方向 往去 景觀視覺點3 是 站在彎形區 如果往 那個 福星營區的方向 看去 沿著 福星營區的 那個位置來看 景觀視覺點4 則是 在 那個 殘除3 旁邊的 那個 西側位置 較高的一個 山坡上 往 福星營區方向 看去 景觀視覺點4 6 則是在 那個 國中 旁邊的 那個 位置 朝那個 殘除3 方向 還有 福星營區的方向 來看 景觀點7 則是在 那個 台道 附中館前面 往那個 福星營區的方向 以及 殘除3的方向 看去的 一個 示意圖的照片 景觀視覺點8 則是 那個 台科大宿舍 旁的 那個 路口 往那個 殘除3 南港 上去的 脈絡的 山路邊的 一個 一個 視覺的 示意圖 你辦 106年11月23日會開結論及本委員會第100次會議進入 你請同意A020011-007A020011-053A020011-071建物不具文化資產保護價值潛力 亦不遇欲 亦不遇欠色追蹤 二 涉及文化資產保護法第三四條規定的部分 本案 並未有破替古籍遺史建築完成 遮蓋習慣道路 阻礙習慣然通道制定者 您請同意審查通過 後續請空座部 您據 針對這個福星營區周遭的古籍各地建築 已定古籍遺史建築建設之保護計畫 送的局審查 在有關空座部福星屋區整建物工程計畫 文化警官 曹文山視覺警官周線 提醒本委員討論 本案 在依本委員的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目前那個空座部這邊 本事的友好警官 通總部的那個孫文宇建築師事務所 跟建築師報告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們的簡報大概是分四個部分來跟我們做收入 前面的第一步是有關這個50年的建物的部分 因為剛才一報告就已經說過 那我就會比較敗訴一下過去 那這是主要的四個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我就快速的跳過去下一張 那這個是我們在民區裡面 所有50年以上的建物總共有11棟 那這個我們要拆除的建築物不是50年的部分 有26棟 那這26棟的部分我們都已經一程序報拆 那這個部分已經都拆除掉 那剩下方南路以南的部分 那我們在銀色建好以後 我們也會把這邊所看到的這個橘色跟粉紅色這個部分拆除 那這樣子我們在整個看這個方南 看這個柑橱山的視覺情況會來得更好 那目前在這個部分的007跟005這個兩棟建築物 以及所有的50年以上的建築物目前都還沒有拆 因為我們還沒有通過 所以之前我們目前為止都按程序要來走 下一張 那這個報告過了 那個我們就跳過去 到007這個項目也跳過去 那我們接著就是我們的依據還是文化資產保存法 那這裡面所講的文化景觀 那現在已經被這個公告了 那登錄了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一個人類的歷史美學民族學 或人類學價值的一個場域 那有關這個文化景觀的保存及管理跟原則 這個也公告了 那現在就在訂定這個所謂的這個 殘屬山的文化識別景觀軸線 下一張 那我們大概把這個地方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主要的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那左上方這邊是台大 那這一條是基隆路 那我們的周圍的山 包括我們本身的殘屬山 那再過來這邊是方蘭山 這邊是方蘭山路 那這邊是中埔山 那中埔山再往前走 這邊是浮宙山 所以過辛亥路以後 這邊是浮宙山 那我們從這一個軸線的Y字形的 這個軸線這邊看過來 其實會穿越很多台大的新建的建築 那如果都蓋跟這個 這個癌症中心目前蓋的高路 其實後面的這個遠方的浮宙山 都會被打住 那我們的範圍 我們建議還是依照這個 殘屬山路的這個視覺景觀軸線 不要被遮擋 為我們主要的一個考量 下一張 那我們在這個整個管理导存 及管理原則裡面 最重要還是第一跟第二項 那第一項就是尊重軍事單位的獨立運作 那第二項是軍事單位得依軍事需求 進行軍事設施之心建改建等軍事開發計畫 為應提交相關計畫內容進行審議 以不破壞殘屬山路之景觀視覺周線 回護其自然風貿回原則 下一張 那這個地方可以看出來 這個灰藍色的部分就是我們的軍事的單位 那它跟現在的泛民新村之間是有一個山林線 作為隔開 那我們這個營區的這個山路方向 基本上是向北邊的一個山路 那泛民新村這邊基本上是比較西北向的這個山路 所以它這兩個東西中間有一個折了一下 所以你在泛民新村看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看到我們這個營區 那從營區看的時候也不容易看到這個泛民新村 這是它的一個天然界線的原因 所以下一張 那從這邊看過去 我們可以看到遠山的很小的一部分的這個福州山 那再過來就是目前有的這個受保護的樹木兩棵榕樹 然後再過來是東埔山跟四壽山、方蘭山 那再過來才是山竹山 所以這個山竹山路是在很偏的 在我們整個 那這個就是那一條我講的那條林線 那我們的營區是在背後 下一張 那我們這個整個配置方案 也感謝這一段時間委員的提示跟這個意見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修改 那我把從前面的計畫需求 一直到我們的經濟方案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下一張 那我們這個營區在一開始 軍方的一個需要 它是需要進駐一千八百的兵員 那它所需要的面積大概九萬六千多平方米 這是它原來需要的一個面積 所以我們在最早的方案 其實我們這兩棟 A棟跟B棟我們是地上十層 那我們C棟是地上五層的建築物 那後來我們經過軍方的這個經濟跟修改縮減下一張 我們人數還是一樣是一千八百 但是我們的整個樓地板面積已經減為八萬七千多平方米 也就是說大概減了一萬多平方米 那其實現在軍方在做細設的時候 它有很多的通訊設備 其實空間已經不足 確實有一些很勉強的在做 那我們也把建築物從原來的十層樓的高度 降低為九層樓的高度 那西洞還是維持地上五樓的這個建築物的高度 這是在我們還沒有送都省的方案 就已經把它降到這樣子的一個高度 下一張 那這是我們整個的一個配置的原則 基本上我們是一個這樣凸置型的一個地形 一個山坡 那我們的建築物其實也就順著這一個山形 擺出現在的這一個格局 所以它是希望這個建築物的高度跟後面的這個山 有一定的一個距離來做防衛的一個使用 那未來的這個南邊的建築物也會拆除掉 那我們這兩棟 B棟跟C棟基本上是在現有建築的背後來興建 那A棟的建築物 我們退縮比較大的一個廣場來興建 這是在對大門入口 那這個大門也由原來的這個入口這邊 退了15公尺來興建 下一張 所以我們現在的一個原則 也就是說我們送都省以後的方案 我們做了一些改變 為了這個我們的這個省議跟都省的省議 那以下我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我們把A棟建築物的V型 正面的這個V型的造型物我們把它降下來 那第二個我們把這個A棟建築物的三面的屋架 屋頂的屋架 我們也把它取消了 那B棟的建築物的四面的屋架 我們全部把它取消 然後C棟建築物原來是一個平頂的建築物 那我們把這個角落的部分變成斜屋頂 但是它高度就會降低下 我們也把它修正為邊緣的地方來做斜屋頂 下一張 那經過我們修正以後 我來說明就是這個大的屋架 上面V字形這個我們取消以後 大概可以降低4公尺 就是它的高度可以降低4公尺 然後我們把這個周圍的這個屋架 把它取消以後可以降低2.8公尺 所以我們整個建築物的這個總高度 這個鋁兒牆的部位是可以降到2.8公尺 下一張 那有關我們另外B棟的建築物 這一個造型物可以降低5.67米 把它降下來 5.67米就是降下來的一個結果 那另外我們這個周圍的屋架也取消 就可以降低2.8公尺 所以我們能夠降低 我們盡可能在防禦上可以降低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降下來 下一張 那有關這個C棟的建築物 我們總高度可以降3.3米3 然後我們把這個邊緣原來是平頂的 改成斜屋頂 所以它在這個終端這個點 大概可以降下來6.5公尺 所以我們盡可能的 就要把這個建築物的高度能降的 在防禦上面的高度就是 因為那個屋頂屋架對防禦上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跟軍方討論就把這些部分都降下來 下一張 所以這樣就來了一個結果 我們從這個119項就是 羅斯福路四段119項這個部分 也就是邦南路的西側 這邊看過去的時候 在這個邊緣這個部分 跟原來的高度我們可以下降6.5米高 那我們的建築物的屋期也可以降到3.3的高度 就是我們盡可能的把建築物降低下來 只要防禦性上沒有影響的下一張 那另外我們在這個建築物的這個配置上面 我們這個建築物也盡可能的向這個北邊 就是A洞建築物向北邊來退了1米4 那退到法律上的一個期限 那這個西洞建築物也是退到我們方南路 在設置上的一個底線 那這樣子的一個效果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的視覺上把它堆在一起 那可以左右之間的它的影響會最小 上面的部分把它壓低 我們整個的配置就朝向把建築物排成一條線 讓這個視覺的景觀影響最小的一個程度 但是再說進去可能就會影響到它一些高度 各方面的一些防禦上的一些需要 跟法規上的一些問題 大概我們能夠退縮的一個極限 就是這邊退1米4這邊退60公分 那這樣就可以避開我們對於台大工程館 這些歷史建築物的一個影響到最小 下一張 那除了以上的那個高度跟寬度的一個改變 我們在施工的時候 也希望能夠把西洞建築物的地下室的安全的監測來加強 那這樣我們避免將來影響到這個台大工程館 這些歷史建築物上的一些安全上的考量 下一張 那我們的大門也退了 從原來的在這個門口這個地方 我們也退了15公尺的一個距離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把西洞建築物做了一個45度的扭轉 使得這個前面的這個點 可以清楚的可以看到這個殘淑山的山路 下一張 這是我們模擬的一個結果 就是轉過來以後 那我們從這個在附近的這個部分 就可以看到殘淑山的山路 下一張 那另外我們也增加了一些綠化的面積 除了我們在方南路的南側 建築物拆除以後做一個全面的綠化 那我們也在這個主要的這個入口的這個大道 我們將車型的寬度 從15米縮減為10米來增加一些人型的空間 下一張 那養蠶實驗室的意象 我們也希望能夠種植一些這個山樹 來表達當時的一個養蠶的一個意象 下一張 那有關公共藝術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個工程費 大概需要編1%的這個公共藝術的費用 那大約是3000萬 那我們希望將來能夠配合殘淑山文化景觀為主題 之設置為原則 那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也是希望能夠對這個殘淑山文化景觀所奉獻 下一張 那這個視覺的跟3D 視點跟3D的這個模擬 那我們有考慮這三個點來做討論 下一張 那這三個點裡面大概除了第四點之外 我們1、2、3的部分都會做一些模擬 3就是剛才所提的那個第四點 有關那個高度的部分 也就是一個次高點 那1、2的部分就是在Y型入口跟這個廣場 我們也選擇了一個適當的 也是做一個3D的模擬 下一張 那第一個是我們在Y型入口這個地方 那我們跟曹建築師這邊也做過討論 大家都沒有意見 就是直直的去 以看到殘淑山的這個景觀來看 下一張 所以這個角度來看 但是不管怎麼看 應該都看不到我們的營區 所以這個點我們就沒有做營區的一個3D的模擬了 下一張 那第二個點我們來到了這個Y型入口跟廣場這個地方 我們也選擇一個點 那這個點如果也是以這個看殘淑山的這個為主 來做這個軸軸的話 這個軸線的話其實是看不到營區的 就是現在所看到這個點 就是說如果我們把這個殘淑山的山頂 來當成我們的零線在12點鐘的方向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不容易看到 是看不到我們的營區的 所以我們就跟曹建築師討論以後 我們就是向逆時針方向 把我們的建築物擺在整個視覺的左邊的邊緣 那右邊還是以殘淑山的這個山頂為一個討論 那我們剛好用一個28的這個廣角鏡頭 剛好是可以把它拍進來 那視覺的角度是90度 就是這個第二個點我們這樣子照 就是以殘淑山作為右邊 那我們的營區這邊作為左邊 那整個視覺的這個28的這個相機 拍起來剛好是一個90度的一個視角 下一張 那模擬的效果就是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那這一張是用28的相機去拍的 但是那個林領傑先生是希望我們能夠用標準鏡頭來拍 然後把它接在一起 那這個我們也 下面一張我們也做了一張 這一張是我們用這個標準鏡頭拍的 那下面是我們還沒有蓋建築物的一個狀況 其實人的視角上是根本看不到所謂的這個福州山 就是我們的正前方除了看到樹木之外 其實是看不到這些山的部分 那右邊這個部分是這個殘淑山的山路 所以我們的建築物是不會遮擋到這一個部分 這個做一個縮路 下一張 那再來這個點就是我們現在要提高的這個點 我們選擇了這邊有一棟建築物下一張 那如果是以這個殘淑山為12點鐘方向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看不到我們的營區 那大家所看到的這一個山林線 其實就是幻明新村跟營區的天然的一個屏障 那這個山的軸向剛好在這邊做了一個轉折 那同樣的這個視覺的軸線 我們也跟曹建築師討論以後 我們就選擇還是向逆石森方向轉向了我們的營區 那右邊這邊是以這個殘淑山的山頂為我們的一個界線 下一張 所以我們轉一個向以後就可以看到營區跟殘淑山 來做這個軸線的一個戰地的模擬 下一張 那這一張也是用這個28的相機去拍的 那拍就是我們的右邊是殘淑山的山頂 那我們左邊是我們的營區 那目前這樣子可以看到四壽山 這個中土山 唯一遮擋住的是比較低的那個福州山的部分 但是我們的基地跟福州山之間其實有很多台大的效果 那它如果蓋一個比較大的房子 其實也是會擋住這個福州山 那目前它這邊有個慶林生衣中心 其實已經把這個福州山打了一半 下一張 這一個也是林景潔先生說要用一個標準鏡頭來拍 然後把它接在一起 那我們也是照林景潔先生的一個建議 我們就是這樣子把它拍在一起 那下面這張其實是線掛 所以我們即使到高點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台大慶林生衣的中心的一個網 那左邊這邊是那個藍衣中心的一個建築物 所以當這個建築物如果蓋跟左邊這個建築物的高速的話 事實上也會把這個建築物這個山給遮擋住 那我們現在所蓋的這個情況都不會影響殘除山路的視覺型環頭現 經過我們的一個模擬 那以上請各位委員審議謝謝你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是由好殘除工作室林底捷 那五分鐘 請掌握時間 各位委員好 剛剛那個孫建築師有提到說 就是西洞的那個是大概五層樓 然後AB洞是九層樓 可是實際上的建築物的高度是25米跟36米 不包含那一些女兒牆 所以大概是9樓跟12樓的一個高度 那剛剛其實在簡報的過程有點tricky就是 建築師把歷年來他們的這個過程裡面的一些設計的一些調整都放上去 可是其實有很多的調整都是跟上次報告的內容是 那個配置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建築師待會可以實際上說明說 到底跟上一次簡報的內容到底有哪一些調整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清楚 那另外稍微講一下標準鏡頭 下一張 就是標準鏡頭的這個部分 這是同一張照片 大中小三個大小 同一張照片 大家覺得說這個中或這個小 看起來會是實際上產出上一個模擬的樣子嗎 其實不會是 我們再看下一張 其實標準鏡頭我自己是攝影師 談的是前景跟背景的一個距離感 跟我們的肉眼是相比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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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